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把目光看向小女儿小燕 只见她低着头小声道 我待夫君成心 她定不会赴我 沉原外听完两个女儿的话 叹息了一声 她知道自己这个大女儿性格刚烈 行事霸道 将来很容易因为得罪人而遭殃 而小女儿性格柔弱 免不了受人欺负 于是 沉原外大费周章的举办了一场招亲大会 要从一帮青年才俊里挑选出两位入赘陈家做女婿 经过一番此事 最终胜出的两人 一个叫陆文杰 一个叫江圣武 他们都有各自的优点 前者熟读四书五经 文才斐然 后者从小练习武术 功夫不俗 沉原外 看见两人以后 甚是满意 因为这两个人性格和自己的两个女儿太相配了 互补之下 必然能将陈家族业发扬光大 在沉原外的操持下 大女儿嫁给了有书生气质的陆文杰 小女儿嫁给了有狭义心肠的江圣武 她担心自己死后 两个女儿会争夺家产 于是提前将财产一分为二 两家各自经营 大女儿小雪 因为从小交横跋扈 所以不善经营 好在嫁的夫婿陆文杰 是个欣喜之人 跟着老丈人后面 学会了经营生意 江家里的生意越做越大 小女儿小燕 从小跟在父亲身边 耳濡目染 对做生意非常有门道 在她的悉心经营下 生意也是蒸蒸日上 三年后 陈员外病故 两家为了抢生意 谁也不服谁 便老死不向往来 这一天 太和县来了一个姓贾的商人 她在城里散布消息 说要订购大量茶叶 销往海外 小雪听到消息后 便回家找丈夫商量道 相公 这笔单子我们一定要拿下来 不能让小燕他们抢去了 陆文杰听了眉头一皱 她思索了片刻后说道 这个姓贾的什么来头 我们还默默清楚 千万不能草率行事 小雪一听丈夫的话 便嚷嚷着骂了一句 你就是太心软了 所以才处处让着她 这次我不管 这笔单子 绝对不能让小燕他们拿下 陆文杰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她知道有些道理 和妻子说不通 对方只知道争抢好胜 却不知道做生意 虽然一本万利 可是栽一个跟头 同样也会万劫不复 晚上的时候 江圣武突然来访 他开门见山的 就说了自己 这番前来的目的 原来这个贾富商散布的消息 小燕也有所耳闻 她让丈夫去找姐夫陆文杰商量 两家合伙将这笔生意谈下来 得知对方的来意后 小雪坚决不同意合作 她认为妹妹小燕是 担心自己独吞了这笔单子 所以才会主动提出合作 不过陆文杰有语片刻后 说道 你回去告诉小燕 我们愿意合作 等江圣武走后 陆文杰见妻子气呼呼地看着自己 赶紧解释说 欲望相争 与人得利 这太和县可不止咱们一家布庄 难不成你忘了岳丈大人生前说过的话吗 县丈夫搬出已经过世的父亲 小雪编墨在说什么 第二天 陆文杰亲自找到小燕 陆文杰亲自找到小燕 与对方商量这笔生意要如何商谈尽性 最后两家决定 由陆文杰和江圣武随贾富商去海外考察 家里的生意则交给小燕来搭理 如此商量之后 陆文杰便和江圣武一起去找贾富商 对方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 长得榜大腰圆 现了面就说 两位公子实不相瞒 在下的老板是波斯王子 他很喜欢喝你们中国的茶叶 特派我来此地寻求生意伙伴 陆文杰接过话说道 在下姓陆 这是我的媚婿姓江 久闻波斯王子大名 我们陈氏查行 不说这太和县里 即便放眼整个大明王朝 那也是屈之可数 今日前来便是澄清商谈合作的 贾富商上下打亮了两人一眼 眼里充满鄙夷之色 作家说道 原来两位是陈家快婿 难不成这磨大的生意 我要与两个外人谈 你们做得了主吗 江圣武见一个外来商人 敢如此瞧不起他们 气得就要动手 却被一旁的陆文杰拦下 这一切都被贾富商瞧在眼里 只听他冷嘲热讽地说道 原来还是一介莽夫 这笔生意不谈也罢 陆文杰办事 机领圆华 他见这次生意就要黄了 便陪着笑说道 贾掌柜 您宰相肚子能撑传 别和他一般计较 这笔生意成了 我们陈氏茶行 肯定不会忘了您的恩德 几个人在客栈谈了半天 最后这笔生意总算是谈下来了 不过茶叶走海路 不同于以往的陆路运输 一朝不慎 可能满船舱的茶叶都要沉海 甚至连行命也难保 所以这一趟出行之前 陈家决定先探一番水路 在家休整了三天后 陆文杰和江盛武辞别妻子以后 便出发了 临行前 陆文杰再三叮嘱妻子 凡事不可意气用事 一切等他回来商量后再做主 小雪嘴上硬着 心里却没把丈夫说的话当一回事 她处处打压着妹妹小燕的生意 甚至为了抢生意 使了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 这一天 小雪刚从自家茶行出来 迎面碰上了妹妹小燕 对方行色匆匆的走到她跟前说道 姐姐 听说你和波斯商人已经私下把契约签了 原来小燕听到消息 我一家做了 你别想插足 小燕着急地问道 姐姐 我从没想过和你争这些 小雪冷笑一声 你没想过 说的笔唱的好听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私下打的算盘 你不想争这笔单子 干嘛派人联系波斯商人 小燕听了这话 觉得十分奇怪 她从来没有私下派人联系过波斯商人 对方既然这样说 这里面必然有诈 于是她赶紧问道 你听谁说的 你还想不承认 那帮波斯商人亲口承认的 小雪一脸得意地说住 似乎还在为自己拿下订单 沾沾自喜 小燕这个时候已经意识到不妙了 她叹了一口气 只希望接下来的事情不要太糟糕 大小姐 定金都已经存在大通钱庄了 这时候 一个丫鬟走到小雪跟前说道 定金 小燕听到这句话 一下子好像想通了什么 她赶紧问了一句 姐姐 波斯商人给了多少订金 哼 告诉你也无妨 这笔订单是陈家有史以来 做过最大的订单 爹爹以前总是说你会做生意 可这笔单子终究还是被我拿下了 光订金就有三万两白银 三万两 小燕听到这句话下了一跳 对方给这摩托顶金 万一这茶叶在海上出了意外 那岂不是要赔付对方三十万两 姐姐 你可真糊涂 小燕气得不知道要说什么 她转身离去 知道和对方再说下去也毫无意义 当务之急 她要尽快联系丈夫和姐夫 与他们商量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理 几天后 陆文杰和江盛武探完海陆回来 得知小雪私下和波斯商人把订单签订了 陆文杰气的直呼道 愚蠢 你知道这海陆有多凶险吗 那些风浪且不说 几个海域都有海盗 要想把这些茶叶运过去 难如登天 相公 那可怎么办 这些茶叶如果如果运不过去 咱们哪有三十万两白银赔给他们 小雪听丈夫说完 终于意识到这笔订单的风险 可是订单已经和波斯商人签订了 这时候实在骑虎难下 陆文杰叹了一口气说道 这次我和盛武一起探海 我才知道对方的本事 如果这笔订单是我们两家联合 倒还有一线生机 原来这次他们去探海的时候 遇到了一群海盗 当这些海盗得知 船上的人士江圣吴以后 他们不仅主动认错 反而派人一路护送 正是因为如此 他们此番探海才会一番风顺 陆文杰是个聪明人 他可不会认为自己等人士运气好 那些人之所以恭恭敬敬敬的 是因为江圣吴以前在江湖上 闯出的赫赫威名 小雪听完后 一脸羞愧 这笔订单被他单独签下来本就做得不地道 现在又要舔着脸 需求妹妹一家 他是怎么也放不下这个架子的 陆文杰自然知道妻子的性子 他在一旁劝道 你若是不肯低头 这三十万两会让咱家倾家荡产 到时候你在他面前一辈子甭想抬起头了 小雪听丈夫说完 吓得浑身一瘫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做了这样的蠢事 为了以后的生活 他终于低下高傲的头颅 跟着丈夫去了妹妹小燕家 当小燕得知他们的来意后 却是拒绝了和对方合作 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波斯商人不可能让这笔订单的货运到波斯的 他们从一开始打的主意就是巨额违约金 否则不会下这么大的订单 更不会一次性交三万的订金 小雪见对方不肯帮忙 气得大骂道 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亲子妹 恐怕你心里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小雪 休要胡说 这分明是你就由自取 怎么能怪到别人头上 陆文杰在一旁拉着对方说道 好啊 连你也帮着他说话 我看你心里是喜欢他吧 小雪说完这一句 伤心地跑开了 他回到家以后 花钱雇了标局的人 心想这趟货由标局来户送 难道还比不上一个江圣武吗 半个月后 订单需求的货都筹备齐了 商船在小雪一声令下后便正式启航 这次带队的人正是陆文杰 临走前 她再次对气子叮嘱道 如果我回不来了 以后家里的生意都交给小燕打理吧 只有这样 你今后才能衣食无忧 小雪点了点头 但心里是不情愿的 她不认为自己做的哪里比妹妹差 为师母大家都不相信自己呢 陆文杰最后看了一眼妻子 眼里有些不舍 转身的时候热泪滚落而下 她大声喊道 启航 两个月后 小雪正在家里梳妆的时候 有人来附礼报信道 大小姐 不好了 孤雾也她 她怎么了 小雪神色焦急地问道 那人低着头 痛心不已地哭喊道 孤雾也地传行到波斯海域的时候 突然沉了 小雪听了这句话 脸色吓得苍白 一下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紧接着就晕倒了 这一天小燕来看望病倒的姐姐 她握住对方的手 一脸关切地说道 姐姐 你安心养病 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吧 两人正说住话 府里下人来说道 大小姐 二小姐 外面来了几个波斯商人 他们说陈氏 查行违约 来要违约金了 妹妹 这可怎么办 我拿有三十万两百银赔给他们 小雪躺在床上 急得泪水在眼里打着转 小燕说道 姐姐别急 我出去会会他们 等小燕见到那帮闹市的波斯商人后 她冷笑一声问道 各位来此有何贵干 你是谁 家父商智问道 我是陈家小姐 陈是查行的东家 小燕坦然说道 原来你就是陈是查行的二小姐 久闻大名 鸡子邀请都未曾得见 想不到今日却在这里 以这种方式碰上 实在不巧 贾富商说这些话的时候 恨得牙齿痒痒 她来太和县有一段时间了 派人邀请鸡子 对方最后都找各种理由拒绝了 哼 我看不是巧合 而是蓄意未知才是 小燕鸡笑一声 其实她早就看穿了这帮外伤的嘴脸 我今日不是来和你斗嘴的 你姐姐和我白纸黑字签了订单契约 现在她的传臣了 货没送到 按照契约上 她需要赔付我三十万两白银 贾富商一脸得意说道 哼 你们果然是蓄意已久 那边刚沉船 得到消息后 马上就过来了 小燕看着这群波斯商人 冷笑道 如今这白纸黑字写着 货没送到 按照定金十倍赔付 你们臣氏 茶行还想抵赖不成 贾富商冷嘲热讽地说道 谁说货没送到 这是 江圣武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他手中拿着一个锦盒 走到众人面前 打开锦盒 从里面取出一块锦绣布卷 继续说道 这是波斯王子亲笔写下的收获凭据 不可能 船已经沉了 所有茶叶都泡在大海里 怎么可能送到王子那里 贾富商不敢相信地说道 是也不是 你拿去一看便知 波斯王子的亲笔落款 上面还有波斯王国的盖印 难道还有贾不成 江圣武说道 贾富商结果一看 整个人顿时猛捉了 因为此刻他拿在手里的凭据确实是真的 只是他想不明白 那些货船明明都沉了 这些茶叶究竟是怎么送到波斯王子那里了 原来贾富商多年前来过大明朝 他在太和现代里一些茶叶回到波斯 后来进供给王子 没想到波斯王子对茶叶甚是喜爱 在贾富商的一番周旋下 波斯王子给了他一笔银子 让他来大明朝购买茶叶 于是这个时候贾富商想到一个生财的好主意 他将波斯王子给的银子都当作定金给了陈氏茶行 以他对海陆的了解 陈氏茶行想要将茶叶运到波斯男主登天 因此他就可以拿到陈氏茶行的十倍赔偿 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陈家两个女婿探满海陆回来竟然安然无恙 那些海盗竟然没有加害他们 他打探后才得知江圣吴以前在江湖上有个名号叫一刀切 因此那些海盗都不敢招惹这个杀神 后来贾富商便把主意打到陈家大小杰小雪的身上 根据他们掌握的消息来看 陈家大小杰急功近利 根本没有生意头脑 而且最关键的是 对方一直仇恨自己的妹妹 如果这笔订单只和陈家大小杰合作 那么江圣五便无法参与其中 到时候他们就能拿到妥妥的三十万两白银 再花三万白银从其他地方够的茶叶回到波斯交差 这一趟他妥妥的赚二十多万两 只不过这帮波斯商人莫想到的是 小燕早已看穿了他们的阴谋 因此那天小雪去找妹妹帮忙被拒绝 后来负气而走 小燕将姐夫陆文杰留下说道 姐夫 未今之计 要想帮姐姐逃过此劫 只有你了 我 陆文杰被对方说猛了 在他看来 只有江圣五跟着船队 才有机会将火物安全送达 他有什么本事呢 姐夫 你听我说 那些海盗不足为虑 真正不想让我们把货送到的人 是那些波斯商人 所以这趟货无论是谁护送 最后都难以送达 小燕解释道 你是说让我陆文杰听对方说完 瞬间就明白了对方话中的意思 姐夫 我知道这个抉择 九死一生 你未尘是查行 未姐姐付出太多了 我本来不该提出来的 只是我看得出来 你心里非常爱姐姐 所以我才鼓起勇气 跟你说这些 小燕有些难过的说道 原来小燕自从知道 姐姐被波斯商人骗了以后 她就开始准备应对之策了 最后一个办法是 由陆文杰带着一批假货 光明正大的启航 而江圣舞会带着一批真货 在夜间出发 这样一来 神不知鬼不觉 连那帮波斯商人也被蒙在鼓里 果然不出意料 陆文杰的商船并没有被海盗拦截 到了波斯海域以后 突然杀进一帮黑衣人 这些人杀害船上航员后 将商船弄翻沉底 这趟商船之所以需要陆文杰带队 是因为担心波斯商人起疑 为了能够万无一失地 将这批货送到波斯王子手中 陆文杰只能这样去做 可是一旦这样做了 便生死难料 陆文杰心里明白这一点 不过他还是点了点头 一无反顾地说道 为了他 我愿意 放心吧 如果你真的出了意外 我会照顾好姐姐的 小燕向对方承诺道 陆文杰看着对方 感激道 你们是亲姐妹 其实雪儿心的不坏 她只是喜欢争强好胜 以前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情 不过对我却是真心实意 我不能负她 姐姐能嫁给你 是她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小燕说道 就这样 陆文杰声势浩大的 带着商船起航出发了 其实船里的那些货 都是一袋袋的树叶子 而真正的茶叶 都装在江圣武的商船中 由他一路户送到波斯王子那里 好一个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贾富商冷笑一声道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你们这些奸商 现在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江圣武不屑地说道 哼 我们走 贾富商冷哼了一声 想带着手下一群人离去 可是下一秒 退路却被赶来的县牙关柴拦住了 县令张大人一马当先走在前面 断鹤一声道 你们好大胆 竟敢害我大明的子民 按照大明律法 涂裁害命可知 该当何罪 贾富商大声喊道 我是波斯王国的商人 不受大明律法的管制 我要回波斯 简直一向天开 在我大明王朝的土地上 天王老子来了 都要遵守大明律法 来人 给我拿下 县令张大人不容质疑地下了命令 看着这帮波斯奸商 被县令张大人带走以后 小雪十分内疚道 都是我害了文姐 我也不想活了 雪儿 你知错就好 以后可能再这样任性了 就在小雪寻死觅活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门外转了过来 小雪听到这个声音 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她向门口望去 顿时惊喜万分道 文姐 真的是你妈 雪儿 是我 我真的好想你 陆文姐击步跑过来 一把抱住妻子 小燕和江胜武见状相识一笑 这样的结局才是他们可以见到的 原来小燕知道波斯商人不会放过陈氏茶行的商船 所以和丈夫商量后便留了后手 那些波斯商人不知道的是江胜武以前是个山大王 手下聚集了很多能人仪式 他们专干一些劫富济贫的侠义之举 后来将圣武金盆洗手 做了陈家女婿后 以前那些手下都散了 有的跑去做了海盗头领 因此这些人知道将圣武遇到困难 便主动请鹰帮忙 他们常年在海上生存 每个人的水性都非常好 所以在陆文杰的商船沉海后 他们偷偷地救下了船上所有人 包括受了重伤的陆文杰 自从经历这件事以后 小雪再也不和妹妹小燕争强都狠了 陈氏茶行又重新和二位一 在一家人的共同经营下 生意越做越大 最后成功地将茶叶卖到海外去了 写在最后二人同心 其力断金 同心之言 其臭如蓝 的意思是 两人心意相同 行动一致的力量 犹如利刃 可以阶段金属 在语言上谈的来 说出话来像蓝草那样芬芳 高雅 唯唯动听 没有污秽的语言 这句话讲的是亲人朋友感情深厚 团结一致 才能获得更多成功的机会 在这个故事里 小雪和小燕是一对亲姐妹 可是姐姐一直妒忌妹妹的能力 便处处和对方争强斗痕 甚至不惜用一些令人不齿的手段 后来她一意孤行 酿下大祸 不仅给陈氏茶行带来灾祸 而且险些害了丈夫 好在妹妹小燕不计前嫌帮助了她 也惩治了那帮肩伤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身边同样有很多人 看到别人比自己优秀的时候 容易产生妒忌和攀比心理 往往在这个时候 容易迷失心智 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其实我们都应该像故事中的小燕学习 做一个心胸豁达的人 与其妒忌 不如把自己变得更优秀 最后 希望这个故事 可以让我们记住这样一句话 极度会让人变得丑陋 做出愚蠢的事情 毁了别人 也毁了自己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聊斋故事 因兵托付封期 明朝时期 永安县的王源外 在越来九楼值班六十岁大寿 他给成内达官贵人 发出情帖 到了初八的日子 大街上都是前来赴宴的马车和轿子拥挤不堪 这时候 一席粗布麻衣的少年 出现在身穿绫罗绸缎的宾客中 游位惹眼 只客见到来人是夫人家的表少爷和庆 立刻领住他走向楼内 和庆是王源外夫人和氏的远方亲戚 只是和庆家早就出了和氏本家的五父 暗被分排过去和氏为和庆的四姑母 和氏从不把和庆当亲戚 在他眼中和庆如同府内杂役 从不正眼看他 只是王源外却对和庆非常信赖 原来和庆的父亲是王源外的护从 有一年他陪同王源外去外地做生意 在归途中遇上劫匪 是和父豁出性命才得以救下王源外 王源外逃脱回家之后 花中金抚恤和父的一双 得知尚有一个儿子就是和庆 从此 王源外对待和庆就如同子职一般呵护 和庆老师本分 从小对药材感兴趣 于是王源外想培养和庆做一个郎中 就带他去拜在省城最有名气的王郎中门下学医术 人比人气死人 老天爷赏饭吃 和庆只用了短短数年就学的医术 就帮助王郎中整理脉案 某一天 王郎中曾经就治过的病患猝死 经过五座查验 是因为服用变质的药材才致死 很快 牙医就在医馆发现许多变质的药材 王郎中卖劣质药材的事情传开了 一世之间 百姓纷纷扬言要王郎中抵命 以至于徒弟害怕毁掉前途 纷纷逃离 县令念在王郎中年事已高 即十年来玄胡济师劳苦功高 所以 夏令末及案前 王郎中禁止离开 医馆暂不收监 这期间 一直都是和庆不离不弃照顾王郎中 王郎中数次让和庆离开 害怕徒弟已受其牵连 被毁掉前途 但是和庆说 什么都不愿意离开 圣贤说过 一日未失 终身未复 师父年事已高 多有不便 我想留在您跟前尽孝 和庆说道 王郎中既欣慰又担心 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只盼着临死前可以真相大白 莫要连累和庆 和庆一边照顾师父 另一边寻找真相 他相信王郎中的品行 绝对不会卖劣质药材 没过多久 劣质药材的案子 终于等来好消息 县令查实 王郎中无罪 他是被一个因为盗窃 被辞退的伙计 怀恨诬陷的 案情大白当天 王郎中就含笑九泉了 他临终前将一本珍藏多年的上古艺书 交给和庆 希望他学会以后秉承医者人心 玄乎济世 王家的后人安顿好王郎中后世 不愿留在这里处境生情 所以将医馆关门 全家搬离此地去往他乡 和庆不愿意被井离乡 只好从省城回到安阳县 正好赶上王园外的寿宴 未感谢王园外多年来的栽培 上门诸寿 和氏为人贪财贤贫贫爱富 一直都看不起和庆 私下也曾向王园外埋怨 娘就亲戚都不帮衬 为何帮出了五父的和庆 王园外说道 春生这小子万一扶不上墙 除了吃花酒还能做什么 倘若不找个老实本分的女婿 将来谁能保护猪儿呢 王春生是王园外的长子 从小步学无数 贪色吃花酒 为此时王园外打也打过 骂也骂过 儿子消停几天又回去青楼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王园外对儿子心灰意冷 寿宴吃到一半 王园外在众目睽睽之下 拉住战战兢兢的和庆站起来 主委做个见证 我欲将小女婿配给和庆 待选下吉日就来我府上喝喜酒 宾客见和庆只是一个穷小子 很吃惊 没想到何家万贯家财要落到此人手中 一时之间和庆成了众人议论的对象 宴席散后 王珠儿听闻要嫁给穷小子和庆 绝食抗议 但是 王园外素来是一个严妇 已经说出去 让和庆做女婿 说什么都不会改变主意 就这样 王珠儿被逼住嫁给和庆为妻 婚后 王园外帮助和庆在城内开礼监医馆 他晓得女儿对这门亲事的抵触 他认为 只要和庆有了一番事业后 女儿会对和庆另眼相看 明白付自己的良苦用心 和庆与王珠儿成亲后 对妻子百依百顺 他知道自己是高攀王家 委屈了妻子 所以 对王珠儿平日里的冷言冷语 和庆从没有怨言 数年之后 王园外因病去世 果然如他所料 儿子春生迷恋 排九千下许多钱 为此 卖掉王家祖屋 成为亲戚间的笑柄 正所未患难见真情 王家败落 和庆对王珠儿如从前一样疼爱 这让王珠儿重新审视丈夫 这才明白自己是嫁对了人 从此 夫妇二人情色和谐 恩恩爱爱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 有一次 王珠儿回娘家 与母亲和氏交谈一番 又变回原先无理取闹的样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何氏将儿子败光家业的怨言 撒在女婿和庆身上 说了如此一番话 男怕入出行 女怕嫁错郎 倘若当年你嫁给有钱人家 王家遭难的时候 婆家施以援手 王家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 这一切都怪你那个没用的丈夫 你的堂姐都嫁到富贵人家 就你最落魄 还得我也跟着受苦 你一定要抓牢何庆 免得他使乱中气 王珠儿回家的路上 品味着母亲和氏的教诲 想一想 最近受到的羞辱 认为母亲说的很有道理 过去王家富贵 堂姐们还会巴结奉承王珠儿 如今王家败落 他走到街上与堂姐们相见 对方都是假装不认识 王珠儿曾经何时 也是天智娇女 就是因为嫁给和庆后 比别人矮一头 心中怨恨之气又回来了 自打王珠儿回娘家之后 变得跋扈起来 和庆与王珠儿经常因为琐事 三日一小炒 五日一大炒 这一天 何庆因为在医馆诊治病患笔平日 晚归半个时辰 就被王珠儿物以为 在外面沾花惹草 何庆一气之下 夺门而出 想寻一个酒馆夺清净 此时 正值十一月的寒冬腊月 天幕中飘着额毛大雪 何庆一脚身一脚前往熟悉的酒馆 就在此时 突然从巷子里突然窜出一个披头散发 穿着碎花棉袄的女子 大晚上的骤然出现吓得何庆跌坐在地上 女子二话不说 捧起地上的鸡血揉成雪球 砸向何庆 女子一边笑一边扔雪球 何庆博闪不及被砸中脸上 一股透心凉瑟瑟发抖 他发现这女子的行为如同疯癫一样 该不会是个疯子吧 何庆起身在女子眼前 用手晃了几下 只见女子漫无目的看向四周 眼眸暗淡无光失去神采 就像是一具木偶一样 从症状上看应该是失心风 想必该女子是受了什么刺激才会这样 正好师父当年传下的上古医术中 有记载治疗失心风的方法 何庆心中刚这样想 黑漆漆的巷子里 突然传了一个男子的嗓音 娘子 你怎么一个人跑出去了 害得我好生辛苦寻找 话音刚落指线一个身穿甲皱冰丁走了过来 冰丁身材高大魁梧 龙行虎步走到女子跟前 何庆连忙说道 这位军爷 我是一位郎中了 瞧您的夫人样子 是不是得了失心风 冰丁看了一眼何庆 点了点头说道 我家娘子前几日遇到男士 这才伤心过度 才得了失心风神志不清 何庆为人心善 医者人心 看到冰丁对失心风的妻子 不曾前妻就被感疼爱很感动 他作一说道 在下一束浅薄 但是尚有一个办法 可以救令夫人 真是太好了 你是郎中 可以带我娘子去医馆救治吗 我有事在身 不能陪他前去 冰丁说道 何庆心想 冰丁口中的有事 应该是北京有叛乱 各州县都派冰丁前去秦王 想必眼前的冰丁也是如此 想通这些开口道 无妨 我家医馆就在不远处 我带夫人前去就行 就这样 冰丁目送何庆 搀扶住自家娘子离开 学业中 冰丁的身上 竟然没有沾染一点积血 何庆带住失心风的女子 回到医馆 让伙计寻一间房安置 他找到那本医书 仔细翻看 待辽术于心后 就下针就制 一直到拂晓才诊治完 他不想回去 又和王朱儿吵架 索性就住在医馆里 一边查看失心风女子的病情 另一边继续阅读医书 第二天晨午 王朱儿献何庆没有回家 心中有些丈夫担心安慰 找来婢女学问得知 何庆在医馆睡了一宿 王朱儿闻言气的跺脚 他骂道 你就和药材过日子去吧 就这样 夫妻二人谁也不离睡 日子一天天过去 转眼就过了大半个月 这期间 失心风女子的丈夫 从未来过一次 何庆本以为兵丁止是有事情耽搁来不了 可是每天就指失心风女子 需要耗费大量的药材 这笔费用日积越累 越发多了起来 于是何庆尝试住 与失心风女子交谈 夫人 你知道嫁在何处吗 我想寻你亲人来 失心风女子 茫然地摇头 白手说道 我记不得了 何庆拍住脑门叹息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她是小本经营 每日的开销 妻子都知道 倘若因为旧止失心风女子 耗费药材 收不回诊费 妻子王珠儿 肯定又会闹起来 不行 我去城外军衙门一趟 或许可以见到女子的丈夫 何庆想到这里 和伙计说了一声 前往郊外 走了大带一刻中 果然在不远处看到军衙门 只是此刻大门敞开 空无一人 正好有一个乔夫路过 何庆上前询问 此处冰丁去哪里了 乔夫说道 此处冰丁在半个月前 就前往北京戍边了 半个月前离开 不正是与失心风女子 和她丈夫相遇的日子 何庆心理想到 眼看没有找到 失心风女子的丈夫 她只好打道回府 可是天母突然下起暴雨 这大冷天冒雨回家 肯定会生病 何庆就跑进军衙门里 寻了一个帐篷躲雨 昨夜 为了救治失心风女子 何庆只睡了两个时辰 这时候 昆毅袭来眼皮子打架 很快就进入梦乡 不知过了多久 何庆突然感觉人声鼎沸 耳边传来刀剑碰撞的声音 她睁开眼睛看到帐外 有一对穿着黑色铠甲的冰丁 皆成队路过 黑夜之下 何庆看不清冰丁的容貌 只觉得周身有一股阴冷的气息 她寻辞这些冰丁 会不会认识失心风女子的丈夫 刚想出声询问 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嗓音在背后响起 何郎中不要说话 我暂时无法向你解释其中原委 何庆文言吓了一跳 转过头去正好看到失心风女子的丈夫 她生气说道 往我出于好心 想帮助你们夫妇 费尽心思去救治你夫人 可你却半个月不露面 连一文钱的都不给 难道想让我白智吗 男子有些惭愧 她抱拳道 我有苦中才这样 至于枕飞麻烦何郎中辛苦一趟 去我家中自屈 男子叫做马泰 他告诉何庆家住在冷像 在东屋的横梁是哪个藏有一个墓盒 里面有五百两银子和一张地契 家中的钥匙就藏门柱从右竖第八块转里 还未等男子说完 何庆就觉得后脑勺被重物敲打 一样疼失去知觉 等他再想来 已经是闪午了 昨天看到的黑甲 冰钉已经不见踪影 何庆揉住脖子 从军衙门出来 又碰见昨天见到的乔夫 乔夫很诧异问他怎么还没走 于是 何庆就把昨夜见到黑甲冰钉的事告诉他 还询问乔夫有没有看到离去的黑甲冰钉 乔夫闻言脸色煞白 他拔腿就跑 嘴里喊道 这里有阴兵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何庆有些手足无措 他只好缓缓向县城走去 这一路上无事 进城之后 途经一个巷子 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冷像 他突然想起 马太说过家住此地 于是再向子里问沈阳 马家在何处 沈阳正好是马太的邻居 就带何庆前去 在路上 何庆终于知道 施心风的女子叫做韩氏 她的丈夫马太是冰丁 半月前 马家小院来了几个陌生人 陌生人走后 韩氏就得了施心风 何庆来到马家小院 见到沈阳离开后 她找到藏钥匙的那块砖拿出钥匙打开院门 随后又根据马太的交代来到东屋 果然看到横梁上有一个墓盒 带她搬来一张凳子 取下木盒 吹去上面的灰烬打开后 里面赫然有五百两银子和地契 地契上赫然是王家的祖屋 当年王源外去世后 大舅哥王春生不争气 因为赌钱输掉祖屋 听说是被一位侯爷买去 何庆只是一个小郎中 无权又无事 莫能力赎回祖屋只能有心无力 不曾想王家祖屋的地契 竟然会在马太手中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何庆从马家出来 回到医馆 就看到一脸寒霜 坐住的王珠 他昨天查账簿 发现医馆有笔药材的费用 没有交上来 询问之下才晓得 何庆在帮一个失心风的女子救治 王珠心生警惕 就来医馆 想看看该女子容貌 结果看到 韩石貌美的容貌 比自己还漂亮 他心中猝坛子打翻了 心中对何庆埋怨起来 怪不得不愿意回家 原来是金屋藏娇啊 王珠冷笑道 何庆心中藏住王家祖屋的事情 吩咐碧女下去 屋内只留下他和王珠尔 所以把马家木盒之事告诉王珠尔 既然马太告诉你 家中藏钱的位置 自己又不肯前来照顾韩石 他一定是害怕去北京当了逃兵 王珠尔说道 王珠尔继续说 韩石是知道这件事受不了打击 才是心风 既然已经就治好他 木盒中的东西当然该归我们 他木盒中的王家祖屋地气 从何处来的 何庆问道 马太肯定是偷了侯爷的地气 才逃走的 我听爹说过军衙门的主将 就是一位侯爷 王珠尔说道 王珠尔吵着让何庆去拿回地气 说地气是王家的东西 绝对不可以流落到外星人的手中 何庆却是不答应 他认为大舅哥把祖屋输掉了 这地气就是侯爷的 况且 马太到底是不是真的偷走地气还不知晓 两人争吵的时候 房门突然打开 只见韩石满脸无辜地走了进来 他大病出狱 还未恢复神志 只是吵住肚子饿 王珠尔见韩石可怜亲自带他去街上吃饭 两人关系好得如同亲姐妹 何庆心中藏住是无心问诊 脑海中都是木盒中的地气 他吩咐伙计打样又一次去马家小院 他刚到巷子口 迎面走来一个身穿锦衣的少年 身后跟着五六个身穿甲皱的呼从 其中有一个人手中捧住一个黑布包裹的坛子 少年愁容满面 他不经意间瞥向何庆 很快就离开了 此时隔壁沈娘从自家院子里出来 何庆上前问道 这些人来此做什么 沈娘爱上说道 可怜啊 韩石的男人在外头死了 何庆文言大惊失色 身穿甲皱的护从 并是军衙门的兵丁 想必是来报丧的 另一边 王珠儿带着韩石在馆子里吃面 母亲和氏 去好友家做客界女儿和陌生女子 在一起 很是疑惑 于是让女必寻王珠儿来问话 王珠儿上了马车 将韩石的事情说了出来 王家祖屋的地气 在韩石手中 太好了 你一定要想办法得到 以告慰你父亲在天之灵啊 可是 相公说这件事不简单 王珠儿犹豫说道 何氏教导儿子 不利丢失王家祖屋的事情 一直被亲戚吃消 倘若这次能够拿到地气 他就不用唯唯诺诺了 女儿 这件事听为娘的 何氏眼中露出凶狠 何氏在女儿耳旁 轻声嘀咕 王珠儿越听越害怕 晚饭前 何氢回到家中 她看到王珠儿破天荒 亲自下厨 很是惊愕 王珠儿亲自为丈夫 端来脸盆洗手 并与她一同就做吃饭 娘子 我今日去了马家小院 得知马太已经死了 何氢遗憾地说道 王珠儿闻言心中五味杂陈 她给丈夫倒酒 相公 咱们许酒 没有这样两个人吃饭了 今天不谈杂事 只谈风月 酒不醉 人自醉 何氢几杯黄酒下度醉的不幸人事 此时 岳母何氏从门口走进来 她打开何庆的医药箱 偷换掉何庆常有的银针 期间母女二人没有说一句话 何氏离开后 王珠儿叹息一声唤醒丈夫何庆禅 扶她去床榻上 第二天 何庆去医馆找到韩氏 这些日子的救治 让韩氏恢复深知 她已经知道自己叫谁 家主何地了 韩夫人 今日再试一次镇 你就可以回家了 何庆说道 韩氏哭主说道 多谢和郎中救治 不然我就成风婆子了 你放心 我回去之后就把枕金奉上 何庆欲言又止 愁愁说道 不知夫人是否知小马大哥的事情 此话刚问出 韩氏哭得更加伤心 情绪越发激动 何庆懊恼多嘴 立刻打开药箱 用银针救治 临近傍晚时分 何庆亲自送韩氏出门 她叮嘱韩氏 不要大喜大悲 以免风饼复发 此时天幕中又下起大雪 有如何庆与韩氏出界的血液 韩氏冒雪回家走在前面 何庆不知为何 左眼老跳 她有些不放心 韩氏一个人回家 于是偷偷一个人跟在后面 眼看到了马家小院 韩氏看到院门被打开 有些惊恶 她发疯一样跑进屋子里 屋内被翻得乱七八糟 横梁上的木盒也被打开 丢弃在一旁 老天爷 这到底是谁做的 木盒里的东西都是我家相公用命换来的呀 韩氏悲愤之下发出一声惨叫晕厥过去 屋内突然出现一个虚无的黑影 只见马太喊道 娘子 你快起来呀 马太施主去将韩氏搀扶起来 可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触碰到韩氏 因为他只是一个影子 此时 何庆在院外听到声响冲了进来 他看到马太很惊愕 马太说道 何郎中 请你救救我妻子 何庆见到已经死去的马太先是一正 但是他作为医者见惯生死 冷静下来之后 行云流水一番救治韩氏 片刻之后 韩氏有了声息 只是暂时昏迷不醒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是人还是阴魂 何庆问道 马太沉默一会儿 说道 我如今是阴兵了 马太告诉何庆 他是主将侯爷的亲卫 在数月前去北京途中遭遇嫡喜 为保护侯爷突围而战死 因为马太生前忠义 判官让他做阴界的阴兵 拘拿恶婚 可马太对杨氏还有执念 放心不下妻子韩氏才偷偷回养界 没想到马太救下侯爷后 侯爷感应其忠勇 就让儿子带住五百两银子和王家祖屋地契交给韩氏 以此作为抚恤 可是韩氏不肯面对现实 伤心之下得了石新锋 血液一人独自离开家 就在马太担心韩氏会发生意外时 没想到遇见和庆 也许是老天爷眷顾 让生前忠义的马太遇到可以看些阴魂的和庆 这才救下石新锋的韩氏 事后 马太问过判官为和庆可以看见自己 判官说和庆为人孝顺 医者人心 他从王郎中手中得到的上古医书是本奇书 此书不仅可以救治杨界人 更可以度化阴魂的执念 正因为韩氏的石新锋被治好 马太才安心去阴界做一名阴兵 和庆文言之后后背发凉 原来血液内天所见的马太早就已经死了 和郎中 我这次来杨界奉叛官命 需要带走一个恶人的阴魂走阴界 见后 我们恐怕很难再现 但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我愿意将王家族乌乌还给你当筹谢 马太说道 马兄请说 力所能及 我一定办到 何庆高兴地说道 你是一个好人 我想将妻子托付给你照顾 请你善待他 何庆文言一正 见韩氏泪痕 又在很是可怜心中动了侧隐之心 他点了点头答应下来 马兄 你要带走的恶魂是谁 马太转身出门 何庆疑惑问道 马太停下脚步 漫步惊心说道 正是何氏 只见凭空何氏凭空出现 在他身侧站住两个阴兵 何氏见到何庆之后 大呼求救 马太对何庆说了一件事 何庆叹息道 有恶报 不是不报时候味道啊 原来何氏想拿回王家族无地气 得知韩氏患有失心风 需要和庆救治 就想趁着和庆喝醉 调换有毒的银针 加害韩氏 幸好 王珠儿没有泯灭良知 夜里又将有毒的银针调包了 这才让韩氏活下来 但是何氏不甘心 趁着韩氏在医馆救治的时候 他偷偷来到马家小院 盗走王家祖无地气 使得韩氏悲愤风病复发 何氏本想狡辩 却被马太和持住 他说道 昨天中的恶阴 今天必受恶果 你几此三番想害韩氏 最不可赦 给我回阴节受罚吧 金光闪过 屋内只剩下韩氏和何氏 须于 韩氏悠然醒来 他因为悲伤过度 加重病情 导致失去记忆 只记得何氏的名字 何氏没忘记马太的托付 所以将韩氏带回家中照顾 王珠儿刚经历丧母之痛 待韩氏如亲姐妹 他不知因为善念 逃过一劫 十年后王珠儿因病去世 何氢与韩氏日久生情结为夫妻 他与韩氏恩爱到终老 何氢一生 玄湖即是杭山即得 何家子之后被顺遂平安富贵 只是谁也不知道 何氢白天救治杨戒人 夜间度化阴戒婚 一个是救阳戒人 另一个是救阴戒婚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